部長好 為什麼因為你知道嗎全國的學生最喜歡上的課是表演藝術課全國那個舞蹈課舞蹈這個項目我們教育部不但沒有這個極力推廣而且還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為什麼因為你知道我們要鼓勵女性參與運動其實之前我們王師長在當體育師師長的時候就做過普查所有的女性最適合介入的就是我們的舞蹈 舞蹈的種類又那麼多如果你有關心的話你應該知道現在國內跳舞的人口裡面男生是非常的高因為現在最年輕人最喜歡的流行舞蹈前一陣子報紙也有報導啊它是所有的所有的學生裡面最愛的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我們在推全民運動我們在校園裡頭我們千萬不要忽略到舞蹈這是一個老少賢儀又跨越 樂性別因為它已經不是純粹的藝術性舞蹈是好不好部長我可不可以簡單先我簡單先回應一下其實舞蹈或者這一方面其實在大專院校裡面其實有一些推廣譬如說很多學校同時教育你也知道雲門五級二啊對到校園講座我在中大的時候我就請他來可能來一個月那可能都是秒差所以我是希望舞蹈得到應該是被被重視的一個地位我剛才講的比較是球類啦我說球類是三個主要的球種那另外本質也非常好 認同啦我覺得五欲均衡是非常重要今天不管這個棒球是在頂大開打還是在哪一個層級都應該的這本來就是五欲均衡下應該要看到的成果也就是說會讀書會玩會運動會思考這個是應該是很一致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值得鼓勵的所以我覺得對體育署本席還是肯定多於責備啦謝謝另外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我們台大前幾天 就宣布了嘛將要推出基礎學科認證考試這件事情部長您的您怎麼樣的觀看這件事情我想基本是好事啊就是說他對於這一個這些基礎學科透過一個認證的方式啊就是就就比較普遍性的可以可以有所作為啊所以我想大方向我支持他這樣的一個思考支持這個思考那細節是說譬如說他的北區那個所謂的北北區二教學資源 中心裡面聯盟內的學校之間都可以採認學分嘛但是這裡面有很多的細節本席是要提出來譬如說在這個不管哪一個大學如果他有一個這個認證考試的話是不是他應該在國內的任何一個大學都可以一樣可以取得一個認證的資格呢這個可以思考一下第二個在國外呢我們都知道很多育休的制度啊也就是高中生他在他自己的學習的 能力上面他去規劃他進到社區大學他就預修了到大學的這個基礎課程對這個AP課程可是這個跟認證上面是又有點不同因為這個在社區課程裡面上課他是有個實際的學習的歷程也就是說他真的是有在那邊上課之後他得到的GPA有多少然後他可以拿到這個AP的證書或者或者是他的GPA 到各個學校去看看學校採不採認那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一個採認證考試那是不是就是說在學習這一個過程這個學習學習的過程就是變成我們不在乎他是用什麼自學方式或者用什麼方式我們只看你的成果論嘛那我是覺得說在執行面的時候他可能要注意一下多一點細節那還有一個就是說譬如說像語言的事情啊我覺得我們的 語言最重要就是一種環境就是一個說的一個機會所以我們的大一的英文裡頭我們可能有很多都假設還是停留在聽說讀寫這樣的一個像所謂的像英語TOWEC這種考試的話也許這個是可以抵免的但是對於我們進到大學高等教育以後我們所學的英語應該是開始進入到我們的專業的一個領域的外語了所以像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外語的東西是不是也是採用認證的制度就可以免取消我想這個制度是可以有制度學生個人也有思考啦因為就像本席的孩子啊這個在托福考試成績非常高在學校他是可以免修的但是他還是去修因為他去抵免必修課可是呢他去選修了很多的選修外語課因為他認為他如果不去修他這一年可能說外語的機會 就會被壓縮所以我是覺得這不是不好的但是是有很多細節可能我們部裡面可以再多思考 這個我聽那個師長跟我講他也變成也是思考說我們未來大學的這個改革的其中一個環節啊這一部分的認證啊或相關的處理啊在104年105年大概就會有一些規劃會出來所以也會去參考這些現在有的一些想法去做進一步的 對尤其好我想我對黃師長也期許很高就是因為我還是很希望能夠推動學分制好這些這些都可以跟學分制是一起配套的 因為畢竟我覺得教育部以及我們所有的教育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提供立足點的平等 也就是說我們不管社經地位不管孩子的學習他在偏鄉或者都會他都要有立足點的平等 但是呢個人的學習是因為有學習的差異性個人差異所以他如果可以長得很高你你卻把它齊頭化這就是一個反向不適當的操作 好部長這件事情 同意您的這個說法對不對所以我們常講要立足點的平衡嘛立足點的平等不要去看齊頭式的 是那個學分制也一起搭配 是另外我還是很想請教哈你那個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裡面 自由經濟示範區 示範區裡面哈我們的那個創教育創新這件事情 是 呃當然這個這個條例還沒有出來 條例已經出來了我們已經通過行政院這邊應該我們 那我們教育怎麼做 教育在這個示範區 有四條在五十四到五十五十四到五十七條這四條是跟教育相關的 那我們是有幾種模態嘛可能是一定有國際合作 基本上我們還是在國際合作架構情況下來做這個事情 那以收外籍學生為考量 那可能會成幾種模式成立這個分校 合作的分校 共同的學院 或者說 部長先等一下 因為我們就先以說 以招說外國學生為主 對 外國學生幹嘛要來啊 外國學生 對 我是說就是這麼淺淺 外國學生他如果是一個非常好的 現在我們台灣現在已經有 境外生有六萬七千多人 接近到七萬人了 我們持續的也會努力 從全球找最好的學生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 是一個標杆 就是說這個合作的 合辦的一個學校 是分校的話 讓全球也看到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同時在職的提升上 做出促進的力量以後 全面的能夠有所提升 所以它是一個 有很多相對效益的這種做法 其實現在外國學生來台灣 你剛說有六萬多位 都是來到哪些 在大學裡面之外 還有中研院嘛 對不對 剛才基本上 基本上不算中研院 六萬 接近七萬人 是就在各個大學 那如果沒有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頭 就有六萬多人了 那你期許有了以後 你的目標呢 我們三年目標到十萬 可是當然自由經濟示範區本身的 推的這個program 不會馬上變很大了 可是它可以刺激其他學校的發展 也意思就是我們會看到 其他的學校也會來 也會 也會 因為這個大家看到了 我們台灣的高校 有一所學校 可能跟國際大學 辦得很好的一個分校的話 其實讓大家更看得見 台灣的高等教育 這個時候我們在國際上 再去招學生的時候 有更好的一些條件 本來就是辦得不錯 也有六萬七千人到七萬人 我們現在希望進一步 大家看得更清楚 更多的這個這個境外生 可以進到台灣來 那這樣的話 對於我們的內憂呢 你又是怎麼看待的呢 像現在少子女化 我們的大學的招生 當然就是壓力很大 那本習其實非常贊成 是透過競爭來改變體質 這是我本人的個性 但是事實上 當它是一個學校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它因為它牽涉到受教權 工作權等等 像這樣的一個內憂 你是又是怎麼樣 其實我是這樣看 我們當然也做了分析啊 它對於其實我們聲援的衝擊 在國內其實是不大的 因為我剛剛這樣講 如果辦一個分校 可能最多它這個一千人的規模 一年可能幾百個學生 所以實際 而且我們以外籍生為主 所以沒有太衝擊到 我們內部學生的這個市場 這部分是沒有 可是呢 它的好處是說 要這個要教育創新 它其實不是只是對學校本身 有一個觀摩 學習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的學生 如果他能夠 就直接進到這個示範區裡面 去讀這個頂尖 這個有名的學校的話 這是應該也是可以 要被這個學校啊 這個至少在現在我們剛開頭 是以國際合作為考量 以收國際學生為主要思考 希望第一步跨出去是從 值得提升為做主要考量 而不是馬上大量的大幅的成長 大幅的成長不要在這幾所學校 而是說其他的學校可以有 有外籍生的增長或境外生的增長 所以如果說你要吸引外籍生來台灣 你憑什麼東西可以吸引他 就是因為目前的六萬以外 你希望達到十萬嘛 那你用什麼誘因來來吸引他 如果只是在一個自由經濟那個貿易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 示範區裡頭的話 他比起一些在國際上的那個辦的學校裡頭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讓他會想來台灣 在這個示範區裡頭呢 我想是其實現在已經有七萬人了 現在已經有七萬人了 我們只是把這個七萬人的規模 可以再做大 而且我們同時 我們會看更多的人來 我想是這樣子啊 其實以台灣的現在既有的這個高教的能力 已經可以從全球吸七萬人進來了 我們再加上跟國際的很著名的學校的合作 可是七萬多人裡面 可以再拔街 包含了我們提供獎學金的喔 提供了一些 那但是我們現在只是教育鬆綁 我們只是法規鬆綁 我們完全不提供任何的那個經費資源 這個學校去辦這件事情 未來辦分校或辦這樣子概念的時候 其實是由他的自己的設計 可是我相信就是說 以台灣如果一所不錯的學校 跟一個國際的學校合作成立一個分校 其實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這個吸引力可以 對 懶財跟流財 如果這些學生畢業之後 然後他對台灣的文化又認識了更 更有進一步的文化接受的時候 這些我們當初一直在講說 我們這個人才培育政策的這幾個 被限制的法規 是不是跟著鬆綁了 對我想應該是在這個 我們特殊這個條例裡面啊 這個應該是對相關的這些 有一些通綁 對於他未來留下來是有一些注意的 也讓他就是說 未來我們留學政策 已經研議起來了嗎 他有些是用排除的方式去做處理 有研議了嗎 有些是用 就是在條例裡面啊 這一個特別條例裡面啊 有相關的一些規範 好另外最後啊 本席還是在這邊請部長協助一下 我們的募兵制裡頭 我們那個教育部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的對象已經 這樣延到28歲以下嘛 其實他跟我們的技職生 技職端大學端啊 希望教育部協助國防部來提供更多的誘因 譬如說協助國內外大學來設立那個學位專班等等 好不好 這有關這個議題我下次再請教您 好我想這一個政府的政策啊 我們在教育部這邊能夠協助的話 我想盡力而為啦 好好的 好